梁繼昌議員,是什麼規則問題? 主席 其實我想說回行政管理委員會 6月20日的一張通告 檔案例如AM60540 我想知道究竟今天在這個立法會大樓 包括在這個議事廳裡面的出席的所有人士 是不是在這個通告裡面的容許入來開會 或者入來這個大樓人士 包括第二版 請你停止發言,因為我聽到這部分不是和規程無關 有些非授權人士進來開會,主席 第四版第F,訪客一個不准進入綜合大樓這個問題 和規程無關,如果有關處理 主席,有沒有一些非授權人士進來開會 包括拿訪客證的一些政府官員,是不是訪客 我想問問這個問題 訪客這個定義,訪客,主席 訪客,什麼是訪客,主席 馬上停止發言 馬上停止發言 黃毓民議員 請大家停止發言 我再簡單提一提 如果是規程問題,我會即時和大家解決 但是如果一些其他的,包括管理的問題 我會交由秘書處理 所以請大家不要隨便發言 如果我還未叫名,而隨便發言 我將會以45條的行為不檢作為處理 這個我仍然提醒了大家 我現在再繼續講今天的項目的安排 如果再發言,我會作為處理 如果再發言,我會作為處理 如果有規程問題,我會有先處理 但是如果有規程問題,請舉一手 我會叫秘書逐一寫下你們的名單 然後我看看是什麼規程 如果再混亂,這個對整個議會是沒有益的 我再記下來了 是馮檢基議員 何俊仁議員 梁繼昌議員 郭家琦議員 和毛孟靜議員 這幾位我先問一問 這個規程你們有沒有和37A有關 哪位 沒有 沒有 好,順序我請這幾位分別 很簡短,講一講之後 我就會集中 是這麼多 我就集中一次處理一部分 最後還有一位就是何秀蘭議員 我就處理一次 希望大家 按照這個次序就發言 但是希望很簡短 我就會回應到大家